欢迎老妹 这么年轻就结婚了 是的 感觉就是被她套路了 结婚速度挺快的 我到现在都没有反应过来 我已经那么年轻 就是别人的妻子了 你是怎么被她套路的呢 我俩是初中同学 那时候就是好朋友 初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然后呢 他们家就是那个语言上 也是非常诚恳之类的 我们家就答应他了 回到家我们自己安慰自己 安慰自己什么样 就是挺诚恳的嘛 我们就安慰自己 反正一两年之后再结婚 也没事 让孩子们多了解了解 不就是定婚嘛 就定了 结果呢 定完婚到了年底的时候 那才刚隔着一两个月 就是每天到我家楼下书提结婚的事 跟我说结婚之后的生活多么美好 照顾我一辈子 天天给我做饭洗衣服 然后之后有了小孩也照顾我怎么怎么好 我觉得谈恋爱不就是未来结婚吗 是这个目的 真话听得合耳熟 是这个目的 可是你从你来天天那一刻你跟我说了吗 每一步的安排我全都不知道 被你推着走 一直到结婚 后来还什么时候结的 结婚真的是年前结的 因为有个事 就是他们家拿绳子把你给捆去结的婚 不是有个事就是挺感动的 就是他们家彩礼那边很低很低的 然后我这边挺高 我就想拿这个吓唬一下 他压他一下 结果他回家想了想和家里答应了 他们那边彩礼多少 四五万吧 您这边呢 十五万 然后我毫无犹豫的 然后就和家里面一商量 然后就把这事给决定了 看到他们家的诚意了 然后 我个姑娘给自己下了个套 全一拍 傻了 这姑娘家也是老实 讲诚信的 你要看见曲伟他们家 肯定说 哎不对啊 再来三半 三半可不行 你看你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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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你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